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钱都收了 你想怎么着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收你的钱了 你再胡说八道 我报警了 报警 我好害怕呀 你报吧 莎莎 叫保安 好 别动 你干什么呀 大哥 甭跟他废话 他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徐一人 既然你不讲信用在先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给我砸 干什么 干什么呀 快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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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别动 干什么呀 莎莎报警 好好好 快 快 这次 就是给你们一个教育 这事 不算完 走 方圆设计公司 这里 这里有人打结 对 方圆设计公司 没事吧 你受伤了 你这可是画设计图的手 疼吗 不疼 我们去医院 不用去医院 不疼 真的 方圆计 现在不是你逞能耍帅的时候 你手受伤了你就得去看看 你的手可是整个公司的资产 容不得你这么任性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 行 既然你非说自己没事 我就不留下来讨人闲了 我先走了 伤口这么深 流了这么多血 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真的没事 还说不会撒谎 明明就很疼 你还笑 脑子受伤了 我在笑 你说得对 从十四岁那年开始 我就发誓不再说谎了 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谎 这么轻松的就说出谎了 还没那么难受 那该不该恭喜你啊 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好吗 放心吧 又没伤到骨头 不然的话 早就疼死了 这也就是我小时候 连续打十几个小时游戏的 疼疼差不多 你还打过十几个小时游戏啊 为什么没有 那时候的男孩子 玩得都差不多 我和李哲 我和李哲 对不起 跟你又没有关系 他们本来就是冲我来的 怎么会呢 他们找的明明就是我 他们跟你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要陷害你啊 我也不知道 笨死了 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啊 我会尽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